大家總想做了那麼多就是要爭取連任嘛 可是他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是不一定一定要爭取連任不可的喔 你今天在連晚報上面寫著說 他可能要延到五六月以後 才要宣布要不要連任呢 為什麼要拖這麼久 五六月這個時間點 我是聽到一個說法 就是說他們內部裡面有在評估 就是五六月的時候 民進黨他們可能黨主席要改選 然後他們其實 朱立倫連不連任是一個問題 什麼都宣布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他們現在非常擔心的 現在游錫坤看起來是比較好打 那他們有沒有可能換將 那換將之後換了 假如蘇貞昌或是蔡英文之類 可能就不是這麼好打 所以他就是要一直hold著 看民進黨不讓他換人 對 hold著的那個時間點 就是說民進黨選黨主席之後 就是蘇貞昌確定會不會連任 因為他們會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假如說蘇貞昌不擔任黨主席的話 會不會回來選新北市長 那假如說沒有的話 那可能就是對決游錫坤 可能猴有意出來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對朱立倫來講 選或是不選這是一個兩難 就是說他選了的話 那他還要不要2016 他到時候一定被質疑 就你選不到一年 你就要選總統了 但是他假如說不選2014的話 他有一年的空窗期 而且就是說他就交給別人 到底能不能放心 沒錯 對 交給別人到底能不能放心 所以說對他來講 我知道是說 他這個確實是面臨了兩難 然後他現在也確實很難下決定說 到底要不要選 誰就是聰明一點的話 往後再拖一拖吧 然後我繼續的